凌露 平民主持人 国家华 我觉得老年人也应该是活受自己的生活 并且要乐观 不要老去考虑你多大了 应该是哪能传一句名言 年龄只是数字 最新的这些 第二个是北海岸 第三个是景山 这第五个是 以后再有人去的话 那开的应该更多 有好多宾馆的地方 现在正在修复 最初的时候 我也并没有想什么城莽红啊 什么什么的 没这么想过 只是特别单纯的想 因为年纪大了嘛 你叙叨叨在家里头招人烦 这儿有一个正经的平台 可以让你说出老年人想说的 最初就是这么一个目的 没想到一下就做的吧 大家都说了成网红了